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只为到达通往仙界的大门天门洞 因此这里也吸引着古代无数道人皇帝前来登拜 还有一个关于麒麟守门的传说 天门洞中有一道有两头麒麟把守的门槛 当人登上999级时节后 象征着富贵吉祥的麒麟会发出慈祥的微笑 跨过门槛就相当于突破了重重困难考验 跨向了富贵和吉祥 因而有不少人都要登上天门山跨一次门槛 不过话又说回来 爬天门山的时候 女生千万要注意 最好不要穿短裙 因为阶梯太陡 很容易被下面判灯的人看光哦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到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